午9点18分举行了勿望九一八状中民警仪式 在九一八纪念馆广场上人们共同缅怀先烈 来自辽宁省内的14名状中手代表 推动中锤撞响警示钟 辽宁全省14个城市同时拉响防空警报 主要揭露的机动车自觉停驶 铭笛 轮船火车也拉响汽笛 共同纪念九一八事件89周年 主要是我年年来带孩子主要是教育的 为了往下带传下去 不要忘记历史丧痛 咱们记住国富民强 让这些学生学习被侵略的历史是很有必要的 让更多人所熟知 跟大家去警醒这些学生们 让他们更加的努力学习真心中华 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应该为守望 我们永久的和平 构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做出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 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避免悲剧的重演战争的再现 感谢观看